浪漫其奴 浪漫其奴 正经则为 浪漫其奴 觉得我就是 不管是本教 尼玛教派 甘吉教派 或者各路教派等等 都是佛法 都是佛家 都是天下的佛家是一家人 这些也有一些区别的 区别在哪里呢 本教的来源于乡雄 就是中国古老的地方 现在就是阿里的地方 西藏阿里 然后呢 传世人是新南母传世的 然后呢 本教自己也有过 先宗 密宗 大元嘛 还有五大米学 都是具备的 一个完整的 一个教派 然后呢 就是 尼玛教派 和其他教派 嘎吉教派 他们是 来自于 印度的 然后他们的根源是 印度教 一般都说是 班迪教 我们就用作本教 本部教 在过去呢 藏地没有这样的 五大教派 和牛大教派的说法 只有两个教派 一个是本部教 一个是班迪教 本部教是什么呢 念周语 秀密宗为主 班迪教呢 出家来为主 班迪就是出家的意思 出家来为主 就是贤宗为主 而这样的 然后本教里面 没有贤宗吗 也有贤宗的 也有密宗的 大元嘛的 之外 还有就是 打管 针灸 医学 调味学 地理学 等等 本教里面 很多这样的东西 那那 印度佛教呢 就是 我说的 班迪教 班迪教里面 就是尼玛教派 叉加教派 嘎吉教派 格流教派 或者等等 有这样的 那印度佛教里面 主要讲的是 贤宗为主 并不是说没有密宗的 也有密宗的 但是呢 印度本身呢 没有这个大元嘛的 后来呢 尼玛教派出现了一个大元嘛 就是 年华士大师 就是 穿破了 就是 这个大元嘛 那就是很多人说 本教的大元嘛 来自于 尼玛教派的大元嘛 有人说 尼玛教派的大元嘛 来自于本教的这样子 这是历史呢 比较复杂的 就是 但是呢 我个人呢 了解呢 就是 包括本教的大元嘛 和尼玛教派的大元嘛的来源 于 蒲仙王如来 然后蒲仙王如来 传播下来 叫做 一个 金锡金刚 在这传播下来 之后呢 就是 一般都说是 蒸巴南卡 我们本教里面 有个出现 蒸巴南卡 蒸巴南卡大师呢 有两个儿子 就是 哥叫 崔王神子 儿子叫 永忠陀祖 永忠陀祖 永忠陀祖是现在 我们叫的是 年华士大师的 然后呢 蒸巴南卡大师有 所以两种传承 一个是金子的筷子 一个金子的液体 就是金液和金块 那这个金子的筷子 传给了 那个 哥 崔王神子 金子的液体 传给了 那个 年华士大师 从此就变成了 两个系统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 也不是本教的 现在这个 啊 意大利 一个专家 是尼玛教派的 一个法王 南卡路布 也是这样的解释的 所以呢 就是 两个教派呢 都有大圆满的 其他的都 也有 密宗的 但是呢 本教呢 自己 有个完整的 完整呢 贤宗 密宗 大圆满 这是 宗教的 可以说是佛法的方面的 要宗教和佛法以外的 医学 太微学 定理学 达管 等等 啊 有这样的 那他们的就不通的 在哪里呢 啊 你总有我 我总有你 都互相吸收了很多的 比如说 啊 其他教派 啊 吸收了 就是 本教的 包括我们 啊 啊 做马器啊 啊 转金通啊 或者 马尼士啊 或者等等呢 都是吸收了 本教的 啊 就是本教的 做法 啊 那就是 本教和 其他的教派 啊 路是不同的 达到目的是一样的 啊 另外就是 我们对别人 做的事情呢 不一样的 但是呢 帮助别人呢 同样的 对别人 有意义的 包括本部教 或者 班代教 都要讲的是什么呢 要 靠智慧去度自己 靠慈悲去度别人 要 用法 理性都是一样的 目的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做法和 方法是 不同的 比如说 我们有些病了 有些人扎症 治病 有人呢 给他吃药 治病 有人呢 做挨救的治病 方法不同而已 就是这样的 因此呢 呃 本招和其他的招牌打通小异的